近来听说一些雷电打死许多人的新闻 且雷击闪电的次数非常频繁 请问在佛法中这种情形是否可以避免因如何化解 这个报道我看到过 这个现象呢 实在是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 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有这样的记载 雷电打死人的时候记载有一个两个 是偶尔的事情不常见 现在太频繁了 而且在是几个小时闪电 感应啊 这是对我们的警告 凡是不平常的现象 确实都是上天提出来的警告 你看在古时候 稍稍有一点反常的现象 这个灾疫 变现出来 在古代 帝王知道了 帝王知道了 从他开始摘戒 沐浴 大事业天下 他说 这个黄山 这个黄山吃饭呢 这个菜都是一百道菜啊 减善减一半 他修得了 希望化解 这个灾难 这个历史上都有记载啊 凡是大灾难的时候 国家一定领先 帝王就先祖 然后一定是离秦 在中国是佛教道教 做这些超见的法司 那么现在人看到了 这是迷信 但是不管他是不是迷信 他能这样做 让大家看到的时候 自然受感动 那这就是效果 人民总是看着皇上 皇上这样做的时候 所以人民也就效法 断卧修善 急功累得了 来化解灾难 这跟佛经上所说的 就相应了 如果这些警告 你都致志于不闻不问 后来这个灾难现前 你措手不及 你没有法子应付啊 闲电次数频繁 这个雷急伤亡很大 这一次雷打死十几个人 几十个人 这个现象是过去没听说过的 那我们想一想呢 现代会有这种现象 应该与科技发达有关系 用这电流啊 电流现在最普遍的 你看用耳机 用这个手机电话 手机电话 我听说这个磁波很强 他就跟这个电 就是个媒介 那天上雷电 你在这里接受啊 那你不自己照样吗 还有雨伞 现在的洋伞 跟从前的 从前中国用的是纸伞 那个当中是木头 木柄或者是竹子做的 他那个不传电 你看现在用的伞 用的这个钢的鼓 这个价都是可以传电的 打一把伞就好像是 属于个天线 在接受那个雷电 那不是麻烦吗 所以现在 现在这个空间呢 跟从前不一样 从前空间 没有这么多电磁波 现在你想想看 每个人打到手机 如果这个电磁波 是有颜色 有形象的 那你会有个疗话言乱了 那这个空中污染 就太严重 太严重了 所以遇到阴天下雨 最好不出门 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出门 出门尽量避免 这个闪电跟雨水 现在雨水 我看好像前几天有一个讯息 是广州还是深圳这边的下酸雨 它那个雨水 酸度的时候 比醋还要酸 这说明是空气当中的缘故 滴在身上 那水的时候都洗不掉 所以这个水淋到头上 这头就拖发了 淋到皮肤上 换一句话说 它能治皮肤矮 很麻烦 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应当有的常识 要知道就避免 至于化解的方法 还是从内心里面 向六祖教给我们 断食物 远离把血 把不善的习气 努力地去把它开过来 这是真正消灾 一颗善心 把自己修集的功德 回向给自己的冤情债主 法院 自己修行成就之后 回头来一定先渡他们 这样就能够化解 是 是 你就能够化解 有不善心 把这些码 想起来 是 勇